艺人傅天映三年无通稿,经济困难靠帮人按摩维持生活,没想到前夫陈子强竟然发布了55字回应。 2013年,艺人傅天映和丈夫陈子强结束了五年婚姻,之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,傅天映都没有任何演出机会。 今年5月,他为了俯养儿子和妈妈,赚生活费,主动到美容中心当学徒,大变化开发客户,他的月收入约17000元,再加上前夫每个月给儿子的2万教养费,傅天映一家才能勉强过日子。 傅天映曾经因为武器妈妈朋友的话,投资500万,没想到最后却血本无归,损失惨重。 后来,他又因为手跟脚都有受伤,所以不得不停止按摩工作。 幸亏后来,资深名模包翠英知道她的困境,而主动帮她,随后傅天映也开始有剧本邀约,如今终于重回演艺圈。 随着傅天映的付出,她经济状况不佳的新闻也被多家媒体曝光,而她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澄清,前夫陈子强每个月定期给儿子的2万元其实是较养费,但是还是有人故意解读成善养费。 对于这件事,傅天映前夫陈子强最近也在脸书出一张图,以及一段文字,陈子强说,我付的是孩子,教育费,不是赡养费。 如女方觉得辛苦的话,我愿意亲自付全责照顾小孩,且女方不用付任何小孩生活费。 她还公开了三年前法院的和解离婚判决图片,上面写出两套抛弃损害赔偿,赡养费及夫妻剩余财产之请求,及此来证明她所说的是真实的。